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谷体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德 我们在新的一个单元 就是以中国佛教清代的净土宗的第十一世的祖师 醒安大师所著的劝发菩提心文来学习探讨 也希望借着劝发菩提心文 能够让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能够更确立我们学佛的目标 要以发菩提心为开始 而成就菩提心为最宗教的目标 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单元 就是上一次已经谈到了 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的序文 也就是让我们了解、学佛、修道 我们要以发菩提心为首最重要的药物 然后也要发愿 所以循着这两点 接着醒安大师呢 他就列出怎么样子来考察我们自己 发的菩提心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发的大愿 有没有能够真正的发心 然后有没有圆满的发心 那做八个的一个考量 就是斜正、真、位、大、小、偏、圆 八项来考量一下我们所发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发菩提心了 那只是说我们发菩提心是一个好像认知 那我们真正所做的那是不是符合发菩提心呢 所以用这八个内容正好是四对 就是八项四双来考察 那每一双也就是说斜是不好的 正是好的 那真、真正的发心是好的 那味、虚味的就不好 那如果发的是大就是好 那是小就不好 那偏、偏差就不好 那圆满能够周片的那就是好的 所以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个大点 就是这八项来辨别我们所发的心愿 是不是正确 所以醒安大师呢就谈到说 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 若不只成如何趋向 精畏大众略而言之 相有其八 所谓邪正真 身、位、大、小、偏、圆、四叶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告诉我们说 好我们已经知道要发菩提心啊 那也要立愿啊 只是说心愿差别其相乃多 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 还有能够立的这个四愿、红愿啊 就是还是有差别 也就是说我们发的心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 也就是跟我们所做的 那就是有一个相貌 所以说它的相就很多了 那若不只成 没有告诉我们 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内容的话 那我们如何呢 能够去真正的去 就是依循、向往 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个路径 所以现在呢 要为大众略而言之 那这个略而言之呢 也是一个真实的考察 也就是说 显安大师在谈到 以这八点来说呢 也是简略而说啦 就是我们要分发菩提心 是不是正确、圆满 那实际上 这样子的一个相貌的内容 其实是太多了 所以现在其实以这八项来说呢 也是简略的而说而已啦 所以就这八项的内容 以邪、正、真、位、大、小、偏、圆 这八点来考察 就是我们的发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 云和、名为、邪、正、真、位、大、小、偏、圆、圆 那这八项的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怎么样子审查呢 所以说 事有行人一向修行 不救自心 但知外物 或求力养 或好明文 或贪现世欲热 或望未来果报 如是发心 明知为邪 所以第一点呢 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 那他是有杂质的 那就是邪 所以这边说 世间里面有修行的人 那他一向修行 只是呢 不救自心 所以这边呢 就谈到说修行 好像我们也都以为我们都在修 我们好像也都在做佛事 那可是重点就是在不救自心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对外的一切的外物啊 那我们做很多啊 像如果我们在寺院里面啊 那我们的外物很多啊 因为在寺院里面有执事啊 那以一般的寺院 就自己寺院里面的工作啊 也许我们有早晚课啊 还要轮职啊 有打扫啊 有的要做点座啊 或者是行堂洗菜啊 那还有这个香灯啊 或者是职客啊 那这个是寺院里面的工作啊 那有的寺院在现代来说啊 那有的还有办学啊 佛学院啊 那有的呢 还有办慈善事业啊 那种种的这些的事情啊 那都是外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几乎呢 一个出家人在寺院里面啊 也都要担任工作啊 那这些的工作啊 如果我们是以求力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有做些这些工作啊 那让人家觉得说 哦 我们很辛苦啊 那让人家来供养啊 那我们有利益啊 或者是浩明文 也就是说哦 我们做得很好啊 那我们呢 好像要啊 贪求这个名声啊 那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啊 就是浩明文 就是让人家知道 就是出名了 那或者是贪现世欲乐 也就是我们做这些的事物啊 那我们呢 就是有好的资源 就让我们呢 好像生活很优惑 优渥 那就是很 那这种生活的一种便利啊 这十一住行呢 都能够好的这些享受啊 那或者乃至望未来果报 也就是认为说 我们做的呢 那我们希望呢 那将来啊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就是在来世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啊 有福报 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啊 好的一个出世啊 或者好的一个资源啊 那不是发心 明知为邪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种 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啊 那来要求得这一些明文立养 啊 娱乐啊 或者是未来的果报啊 啊 那就变成说 我们所做的都是啊 我们希望有回报的 我们都希望啊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好像是一个生意这样啊 那这样子一般说起来就是 有所求啊 那这样子呢 就是邪 而且这个有所求呢 是以世间法的一种啊 利益考量啊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对照呢 我们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啊 因为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心里觉得说 这个好像也是利益的事情啊 可是呢 我们心里也许 我们不小心就会觉得说 我这样子做的好的话 那人家都会知道 或者是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比别人好 或是我们这样做的话 好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也会得到 多一些的这种资源啊 那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呢 它就不是为了菩提心啊 所以接着下面呢 就告诉我们 在第一对的邪证里面呢 先告诉我们 有这样的一种 需求世间的一个利益的 就是喜 而且最前提的也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 那就是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啦 那乃至我们在修界定会也好啦 可是呢 不救自心 但之外物 也就是我们 没有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归结到我的心 可不可以清净 所以以欺佛的通缉 告诉我们的说 那佛教呢 其实就是要能够 就是行一切善 然后断一切恶 然后还要尽诸其意 就是要追究其心 也就是我们的心要能够净化 那就表示说 我们有修 可是呢 我的心是也能够化解 就是没有执着在任何的 这种修行的一个假象上面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修行还要能够去探究我们的自心 所以 显安大师在第一对 邪跟正 就是先让我们知道 如果不救自心 而只知道外物 而且就是要求世间的这一些的 这种利益的考量就是邪 那正的话呢 就是不求利养明文 又不贪欲乐果报 为未生死为菩提 如是发心明之为正 所以在正发菩提心的考量呢 也就是没有邪的部分 就是不求明文利养啊 也不为了世间的欲乐 或者是未来的果报 然后更加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这个次第呢 他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啊 是为了要了生死 那为了菩提也就是要成就我们这个决性啊 那这样子来发心呢 明之为正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就对照前面的邪的 就是去掉这一些 就是求世间的这一些的 这种利益的考量以外 我们还要能够知道生死为菩提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修行还要来探究自心 因为我们要了生死啊 基本上还是要从我们的心去探究啊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烦恼 都是心里面的问题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个 自己的一种 就是去体会啊 那我们做事情 那做很多 那我的心是烦恼呢 还是清静呢 所以用这样的考量 能够去平伴邪跟正 就是我没有求世间的 这一些的明文利养啊 可是我的心也没有好像快乐 那我的心还是很烦恼 那这样的时候呢 应该也还没有了生死啊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考量呢 应该是要能够正发菩提心 就是不只做事 而且呢 我的心还要能够清静 那我的心是没有烦恼的 所以这样子应该 是不是就是能够为生死啊 而办到 所以虽然我们有世间的法物 我们有负责的很多的事情啊 那可是呢 我们做起来 好像也没有增加烦恼 那这样的时候应该 也就是做外物 也能够探究我们的自心啊 那从这样的理解呢 我们也感恩醒安大师呢 他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啊 就能够考量到说 哦我们真的在学佛修行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也是做很多的事情 那在做事情的过程 我们也要自己来清楚的一个考察 就是我做事情是只有做事吗 还是我也能够来观察我自己的自心的状况 不但是没有求这一些的这种世间的利益 而且我的心心心念念 能够去观照我自己的这种进化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是发真正菩提心 那只是要落实的过程啊 应该就是我们很长远的实践 而且是很多的这种 我们在世间的所有的事情的一种 的内涵都要能够观照到 那下面呢 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是真 真的发菩提心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内容啊 就是说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如灯万刃之山 必穷其顶 如上九层之塔 必造其顶 如是发心 明知为真 那这个部分呢 就比这个正的一个发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啊 又在落实来考量说 我们正发菩提心啊 是我们归向我们内心的探究 能够符合决性 那以真的发菩提心呢 这个内容啊 又在就是把里面的实质 告诉我们说 哦 那我的动机是正确了 所以我做的事情 都能够不求世间的利益啊 而且能够探究我的心啊 那我的心的状况 是要怎么样子去观察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心念 都要能够上求佛道 也就是我们实时的心啊 都要把它放在 那感念佛恩啊 那能够意念佛所成就的功德 那这样子来引导我们的心 那一个是上求 然后呢 要心心下化众生 也就等于是 我们是在佛跟众生的中间啊 那我们呢 作为一个转接的一个 的过程呢 我们是要上求佛道 然后呢 要下化众生 所以用我们的心呢 来上求佛道 感念佛的功德 然后心念也要能够 就是悲悯众生的苦 所以下化众生 那再来呢 也就是我们学习佛道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要把它放长远 我们是生生世世啊 那乃至在这一世啊 我们呢 几年几月几日 所以说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却 就是我们好像初初开始学佛 我们很静静的都觉得 哎呀因为我不懂啊 所以我要赶快学啊 然后学了十年又觉得 好像有一点了解了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哎呀有点累了 还是不要这么用功吧 那再继续 再过十年 我们会觉得 哎呀这差不多了 好像 这个十年跟二十年了 进度也不太多了 那这样子到底是有效吗 那就开始呢 就对自我其实不太有这种信心了 那也觉得有点累了 那何况到三十年四十年 就觉得好像佛法西充平常了 那就好像不太在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生这个退堕 退堕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让我们再提起 这样子的一个正念 因为佛道是长远的 所以我们呢 在怎么样子的久的时间呢 也不生退却 那这样就是真 真正的 也就是我们始终如一 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心 来观照 上求下化 然后呢 还要再对于众生的难度呢 不生厌倦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修行 学佛 都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 那在学习的过程来改善自己 可是当我们遇到有缘的众生呢 有缘的这些的这种学佛的人呢 那他们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很多的习气啊 那我们也会觉得说 哎呀真的 还是自己修就好了啦 不要理别人了啦 哎呀真的是 看到别人 这也是这样子犯错的事情这么多 那这里就是要劝解我们说 观众真难度啊 不生厌倦啊 那我们要想想看 因为像释迦牟尼佛 他成佛了以后 他都还悲悯众生来教导 四十九年不厌倦的教导 他也是累次修行才真正的开悟 能够圆满的这样子的一种成就啊 可是也对我们众生没有遗弃啊 还是这样在教导 那如果我们对众生厌倦的话 那佛更要厌倦我们众生啊 所以在真正的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劝解自己 就是说啊我们现在也一点点成就 也不能说看不起众生 那也要发起慈悲心来度化众生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呢 就好像登万润的高山啊 再怎么样高的山我们也要登到山顶啊 那九成的这个佛塔啊 我们也要不怕他的这种啊 就是斜坡啊很颠斗 那我们也一样要这样子去发心学习 那这样子呢就是真 这是第二对真卫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先知道真正的发心 依照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 来考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 它的品质是斜正或者是真卫大小或者是偏远 从正的角度呢应该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 是真正要成就我们的菩提的决性 所以要能够历经一切的考验来磨练它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呢 是不以世间的明文力养的这一些的考量 那这样子呢还要回归到我们自心能够 以生死的一种解脱 还要能够利益众生的成就圆满菩提心 这样子是真 那真也就是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就是以学佛修行啊 种种的这一些的内容呢 都是归结在上求下化 那这样子的一种利益为主啊 那不受时间的限制 也没有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太难 所以就是要发长远心 也要能够难行难行 那这样子就是真了 所以我们在接着看下面呢 就是醒安大师又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发菩提心 那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呢 那这样子的发菩提心呢 就是虚伪的 那在这里就说 有罪不忏 有过不除 内拙外倾 使勤中待 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所夹杂 虽有善法 富为罪业之所染污 如是发心 明之为为 所以这里的内容呢 就是对照真发心 是没有时间性的 也没有这种畏惧佛道难成啊 种种的难行 那这个是真 那为的话就是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我们要落实在修行啊 结果我们有很多的习性 那我们也有 就是不善业啊 有罪业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缺点 就是有罪不差 有过不除 那这样的时候呢 那这样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只是 好像外表维持着一个好像很清静啊 可是呢 实际上我们的内在 是污秽的 是很灼灼的 那这样子呢 就是虚伪 就是没有实修啦 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问题去修正 那因为修行我们可以做善业 可是我们自己的习性 我们也要能够改啊 能够修 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内外一致 那还有的情况呢 就是说 史秦中代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好像学佛就要赶快呢 要赶快在一个什么时间之内啊 那我们就好像就要成佛这样啊 所以很精进很用功这样 那可是呢 一段时间就觉得好累 然后好像也没有真正的达到这样的目标啊 所以中代 那这个就是不知道说 我们学佛是长远心啊 因为我们的习气这么重 也是累积这样子 累积来的 因为有一些习性我们自己乃至不以为是习性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如果没有说我们长期的就是界定会啊 长期的发布施这样的一种慈悲喜舍的心啊 那我们都被我们这个我好像这种执着住了 所以就看不到自己的习性啊 所以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 那我们应该要多看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呢 也要发长远心啊 不然的话 始情开始啊 非常的精进 勤劳 可是呢 终就懈怠 那这样子就一般说好像斧头鼠尾啦 那就不了了之 那下面又有一个状况呢 就是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所夹杂 也就是说 那我们有求好之心 也想做好事 那行善事啊 可是呢 我们又有夹杂名利 那这样子呢 也是虚伪 那或者是 我们也有做善法 可是呢 又有罪业之所污染 那这样的发心也是虚伪 像如果我们想要发心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又觉得呢 我们心里是有求福报 那或者是我们觉得呢 我们应该好像要让人家知道啊 那这样的一个心呢 也就是不是很纯粹的那种 就是我们要去帮助的对象呢 是我们受到那种不忍 那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也就是真跟味 就是在于我们是一种自然性的 就是不能他受苦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去帮助他 那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只是希望说 我有这样的善行啊 我应该会有好报啦 那这样的心呢 就是有明文力养 那这样子就是虚伪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考量 就是以邪正 还有真味 就是世双里面呢 我们就了解 一个是发心的正确 一个是我们所行的这些内容 那也都是要能够发长远心 而且真正能够针对我们自己的缺点啊 习性来观照 而且不畏名利 那第三对的 就是大小之分啊 就是我们发的菩提心 他是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 那这样子就是大 那如果是只为自己的 那就是小 那我们发的菩提心 当然是要大的菩提心 所以在内文里面 就提到说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尘 无事发心 明之为大 那这样的发菩提心啊 这真的是像普贤菩萨的 这个十大愿里面 那每一愿都是要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就是要能够 就是以利益一切众生 都离苦得乐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愿才就是圆满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发心啊 就是让我们 就是提起我们的最终究的善愿 就是以众生为考量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学习啊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 因为读了经典 或是由主师大德 来一直提醒我们啊 那我们可能都提不起这样子的念 那我们的一种体会呢 就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念呢 要发这样的愿呢 那我们也是凡夫啊 那我们要提起这样的一种愿的时候呢 就是要从学习开始 然后去了解说 那佛也是从凡夫来看到众生的苦 而发起这样的一个悲愿 那我们现在是凡夫 我们也可以这样学习啊 那这样学习的好处 基本上也就是说 那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潜能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这个潜能呢 把它究竟发挥出来 那发这个愿 也并不是说 我现在就有这个能力 所以也许我们会害怕啊 说哎呀那我没有能力啦 我做不到 那我们说要发愿 基本上也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做不到 可是呢 我还是愿意这样学习 所以我做这样的一个发愿 所以能够做这样的发愿呢 它在一个潜移默化里面啊 它就有它的影响 那它就会慢慢的好像 松动我们很坚固的这种习性 那所以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大愿 发这样的大愿啊 那相反的就是小 那小的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 我们也学到佛法的道理啊 也要在佛法的这种正式的修行里面去修行 所以我们也能够观三界如牢狱 是生死如冤家 但其制度 不欲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起来也是蛮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 有一个真实的观察说 欲界、色界、无色界 也就是全部都还没有真正看到生命的本质 而能够究竟断贪生吃烦恼的 那都是在三界里面 那三界如火宅 或者是说如牢狱 也就是都还是受着贪生吃的这样的一个牵引 那也能够观察生死如冤家 也就是也看到我们 如果在生死轮回里面 就是每一次都是来来去去 都是在这个世间受苦 那或者时候有一点福报 也想一点福啊 可是呢都是沉沦生死啊 那这样子 我们很不喜欢 如冤家 就是非把它去除不可 也就是我们真的有求了脱生死的心啊 可是呢我们只齐制度 也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很恳切啊 我看到这个生死轮回是苦 所以我要修行了脱生死 然后呢我也要断贪生吃烦恼 不要在三界火宅里面受苦 可是呢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问题 而不愿意去度化别人 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小 所以我们说它是小秤 就是秤是车子的意思啊 那我们骑的好像是单轮的 或是双轮的脚踏车 我们叫做单轮车 那只能够载自己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发菩提心呢 他的利益不大 所以还是要以大的菩提心呢 是要度化众生 然后还要以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了 那这样子的一种最终的目标 为我们发菩提心的目标 那这样子才是大 所以在第三对呢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 发菩提心要以度化一切众生 为目标 是大的发菩提心 那最后的一对呢 就是要了解 发菩提心的偏邪或者是圆满 那第一个先告诉我们如何是偏 那偏的状态呢 也就是落于心外 见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 愿成 功勋不忘 知见 不敏 如是发心 明之为偏 也就是我们的发心呢 它是向外求 或者是有所得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偏 所以说落于心外见有众生 也就是说我们与众生呢 是实有 就是实际是有众生 那这里是说 我们这样子的情况是偏 那显然也就是说 实际上一切的众生 也都是心所造的嘛 所以只是一个像 一个它的显现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众生就永远都是众生 那这样子就是偏见 那还有呢 我们以为说佛道愿度愿成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发菩提心 是有这样的一个终究目标 也要成佛道 可是呢 实际上 我们也不要以为说 佛道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就是只是某一个形式来成就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种佛道 就也把它就是做成一种形式化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们以《金刚经》说 那佛是有成就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尼 或者是佛有法来成就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尼 那虽佛提也了解佛的意思说没有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呢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要成就佛道 实际上这个佛道呢 不是说没有 而不是说 而是说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它是在我们的这种长远的修行 还有在长远的度化众生的这种过程呢 它成就出来我们的心 能够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这样子的一种成就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呢 我们不能把它套在一个固定的一种 这种模式里面 那不然就好像是一个方程式说 二乘以二等于四 那修行我们都常常说 这个诸法是无常啊 那这些诸法也无我啊 那这些的变化 种种的现象 我们都没办法把它很固定的自视化 那何况说 那佛道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标准的模式呢 只是这边是要打破我们这样的一个偏见 那第三种呢 也就是要打破我们 就是不要执着 我们有修行啊 有善业啊 的这种功勋啊 所以说功勋不忘 知见不明 如是发心明知为偏 就等于是 我们以我们有所修行的这种功德 那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知见 没办法就是放下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要去除 有我还要去除法 那就是我执跟法执都要破掉 那就是我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也不执着说我在修什么 那这个是一种好像我们的心啊 它没有把它行事 或是把它一种好像约束在某一个空框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要打破我们的这一些的局限性 它是称作偏 那反过来呢 那缘也就是要能够知道自信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一法离心别有 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如是发心 明之为圆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 显安大师啊 他从佛法的究竟圆满的境界 来说圆啊 所以对照前面的篇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以为众生就是众生 那佛就是佛 所以这里的圆呢 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自信是众生 所以我们愿意度 那自信也是佛道 也就是说 因为成为众生呢 他也是迷失的自信 那如果他能够看到自信的话 那众生也可以成佛 所以从自信的角度 来看待一切都是平等 所以众生也愿意度 那佛是很高的境界呢 也是由我们的自信可以成就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是归结到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佛性是可以去修行的 那众生也有这样的尊贵的自信 所以呢我们看在众生的尊贵的自信 而不忍 所以我们要发心成就自己的自信 也要呢成就众生的自信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发愿能够成就 那这样的过程呢 不见一法离心别有 也就是说 这样子来看待啊 就是不见一法离心别有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一个法 它是跟心分开的啦 那这个法就是表示我们一切世间的所有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 或是做一件事情 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心显现的啦 就是一个人 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的外表 实际上呢 他的外表跟他的心性是连结的 那这样子的一种观察呢 也就是把一切呢 都能够归到心法 然后再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心 远远都是很自在的 那能够用宽广的这样的一种 没有受限制的心来发宽广的愿 然后行虚空之行 就是我们所修所行 那就是有很认真精进的在修啊 可是在修的过程我们的心没有执着 没有好像被我们所修的这个法呢 好像就占据了我们这种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心啊 所以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那也没有虚空之相可得 也没有去想象说 那我的虚空是像什么样子 所以这样子叫做圆呢 也就是说归结到我们的心性 众生也是由心性成就 那佛也是从心性成就 那我们自己的心 其实呢 是广大如虚空一样 所以能够修行 能够发心 就是像虚空一样 都无碍 都是广大无边的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是先把这个 请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啊 就是旧、邪、正、真、位、大、小、偏、圆、圆 这八个方向啊 来检查一下我们所发的心啊 那我们都是从凡夫来学佛 来学习发菩提心 来发愿 那我们的习性 也是累世的 所以我们用这些的这种 八个 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发心 那更可以导正我们的 正确的方向 还有落实我们发菩提心的 点点滴滴的行为 那这些呢 只是一个考量的内容 那我们在依照 劝发菩提心文的下面 我们又可以了解说 那我们怎么样子 发菩提心的因缘 那我们先就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那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我们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慈悲之理念》 此事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互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祇见梁皇宝灿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公勤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至9月14日 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决心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是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悦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代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号 012 001 197 388 012 001 197 388 转账后 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9319 所以现在你来学佛了 那你最执着什么 你最怕什么 你要把这个打破掉 你最爱什么 你也要把他打破掉 你最爱叫贪 对不对 最恨叫撑 最怕叫吃 那都是在贪撑吃 所以我们 基本上我们一定要 按照新经 金刚经 六祖堂经 里面所讲的 去观 观自在 观就是一种智慧的 冷静的观察分析 而了解了他的本来面目 那你就不会怕了 做个比喻好了 做梦的时候 梦到自己儿子死了 哭啊 结果醒来 好在是做梦 各位 现在 你看到了这个 或是你牵着你儿子的手 或是你买了一个家 做了大事业 都是梦中事 都是梦 都是虚幻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有违法你要套进去 填空底 一切老公 一切老婆 一切儿子 一切金钱 都是虚幻的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点 这样你才可以超越 超越不是放弃 你超越了 你再去做事情 就会有圆满的效率 比喻来讲 赌博好了 赌输了都不用我付钱 赌赢了我拿走 都好嘞 那叫空性 如果你有空性 太快乐了 不怕输 也不执着赢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的精髓 那有了空性 你才能够大慈大悲 所以这两个必须放在一起 行为上是慈悲 智慧上是空性 悲至双予 这个叫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要我们厌离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是变化无常不尽的 假的 你不要执着 一心念佛 如果念佛就是因无所住 你不能把你的思想执着定在儿子 定在女儿 那你卡住那边 你一心念佛 那一心念佛是不是舍弃儿子 错了 一心念佛我才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你的祈愿 你越慈悲 你的事业越好 你越慈悲 你的身体越好 所以有一句话 念下来 发广大心 利益众生 才是快速成就自己 的方法 这很简单 关心别人就可以超越自己 慈悲就容易开悟 所以 当然 在利益别人的时候 又能够 如幻如画的观照 所以各位要因无所住 而升起大悲心 所以 不管你摸到一本书 不管你参加什么 你都要认为 这只是一个 虚幻的 暂时存在的现象 这样而已 你不要 你不要用一个 妈妈爱儿子 就付出了大量的感情 然后 她就一直想要抓住她 一直想着她 那你的内心就产生了痛苦跟压力 这个叫担忧 放不下她 那你越担忧她 越执着她 你越没有教化她的能力 你越没有办法 她越不学佛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放下而后拿起 所以 如果你要事业成功 如果你要身体健康 如果你要生命快乐 那你要有这个无我的智慧 但是这个无我的智慧 各位就要老实修行了 就像今天 戒定慧 持戒 保持正念 心能够控制好 定 然后呢 什么叫智慧 智慧就是看清楚真相 要智慧 看清楚你就不会分别性了 不会贪嗔痴了